同学好 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普人运网络学院的这个平台 还有一些导航还有技术页面的说明 首先呢来到这个平台 这里你们看到的影音推荐呢 它其实连到了 是我们官方的YouTube频道的一些影片 所以呢 其实同学有时候重新整理 他会随机跳出一些影片 同学可以直接点到这里 做连接连到我们的官方YouTube 那我们之后的这些影片啊等等的 不管是脸书上面的 或者是我们现在提供的一些东西 也都会上传到我们的频道上 那最新消息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会发布一些公告 那么同学就可以透过这个最新消息 去得知我们知学中心 目前有哪些新的活动还有资讯 那么往下滑呢 英语新知的部分呢 则是会直接连到我们的 Smart福人运语网络学院 也就是我们的粉砖 同学呢可以透过这个英语新知 来到我们的粉砖进行一些英文的贴文 回答练习啊 或者是1mini English的部分 那这个自学强打呢 只是会提供一些 呃之前同学参加影音竞赛啊 或1mini English一些的加作作品 那么同学如果之后 有兴趣想要参加这些竞赛 还有资源活动的话 都可以透过这个自学强打 去观看 诶以前的同学是如何参加 如何制作的 让自己更有方向 那么往下滑 最底下呢 是一些快速连接 也就是我们 可能自学中心 常会使用到一些常用的网站 像是我所说的自学导航员 我们的自学中心 的这个Innet的平台 还有我们下学习 所主导的活动 我们的insight全音网 idol的课程 Life ABC 还有图书馆的资源 都会显示在快速连接的这边 那这就是我们首页的部分 网上滑呢 其实我们通常会使用到的一些 自学资源啊 还有活动都会在这里显示 像是之前有说过的 原文讨论写作 笔记 自学课程 还有活动与成品 都会在这里呈现 那么接下来呢 我要讲的是 学习导航与技术的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是什么呢 也就是如果同学对于某些资源 不管是点数的查询啊 点数记录的功能 然后一些认证的办法等等 这些如果有问题的话 同学都可以直接来到这个页面 我们会有一些技术上的说明 还有告诉同学说 这个东西要如何使用 不管有影片啊 还是PDF档 同学都可以直接来到这里来做观看 所以如果同学之后 如果因为线上必须使用我们辅任 网络学院 却又不知道该去哪里询问的话 首先就可以先来到这个学习导航 以技术的页面来先做观看 谢谢大家